你知道老外是怎么争骨狗狗的吗 趁狗狗躺在路边呼呼大睡 老外拿着一只假老虎靠近 突然出现的老虎 把狗子吓得起飞 反应过来狗狗仍然心有余悸 对着老外嗷嗷大叫 这样的争骨方式屡次不爽 狗狗天性敏感 睡觉也特别警觉 看到突然出现的老虎 自然是被吓得不行 下面这只狗狗最后都被吓懵了 想逃逃不掉 坐在墙角瑟瑟发抖 差点就见了阎王 路德不说 老外实在是太损了 然而 更损的还在后面 大铁盆子扣到熟睡的狗狗身上 眼前一片漆黑 狗狗瞬间被吓到弹跳起飞 这家伙也太损了 咱就是说 这是人干的事吗 还有人拿着鱼网向狗狗身上扔 狗狗醒来第一反应就是向外逃跑 还好自己跑得快 否则就要被这群人给抓走了 而最后这名损主 整起自家狗子 简直不当人 趁狗不睡着 男女们往他嘴上递 狗狗睡醒后 酸得不停舔嘴巴 好歹给你看家护院的 你竟然这么对人家